第36題 首先我們知道這個光線是從空氣射入水中 而使得水中的人能看到空中的飛鳥 所以只有選項B跟選項珠是合理的 因為他們才是從光線從空氣射到水裡面 讓水裡面的人能夠看得到 再來是根據我們的折射定律 我們知道入射角跟折射角比較大的代表光速比較快 如果比較小就代表光速比較慢 而我們曾經背過光的傳播速度是真空大於空氣大於水大於玻璃 所以從空氣射入水中它的光速要變慢 因為光速要變慢所以折射角要變小 我們可以看到只有選項的B 它才能夠是折射角變小的 所以我們第36題的答案要選擇B 第一 那個光是從空氣射入水中 讓水中能看得到 第二 它符合折射定律 在水中的光速比較小 它的折射角要比較小 所以第36題我們答案選B